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娘 我不会辜负您的托付 从我见到你那天起 我就没有怀疑关你的决心 阿贵 我有事找你 我真有急事 待会再说 浩然 我们接到订单了 你瞧 有五张呢 现在铺子里人多了 生意也好了 这不怕 做的一品酥啊 也非常的好 可以人们都说 比以前的好吃 比河北糖的好 不怕 你是不是在里面掺了什么东西了 没有啊 真的没有 我只是赶了一些顺序 糖和油的比例做了一些调整 我没有动什么手脚啊 不是 我真的没有 不说这个了 不怕 你的一品酥做的真的好 明月 你应该赶快去找姑妈 把这个消息告诉她 让她开心一下 应该你去 你是丙铺的大师傅 浩然 我找你想什么前事 温逸啊 我现在有急事要找姑妈 你在这儿等一下 一会儿再说 我 我 你 阿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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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找我什么事 我担心明秀会出事 明秀出事 凤姐 这 大小姐不在里面 你到哪儿去找啊 我想她准备去河北糖了 我怕她去找那个罗仁杰拼命 哎 凤姐 这大小姐的脾气 只有夫人才能置入 我想 还是让夫人去得比较好 哎呀 这牧民啊 为了浩然都已经闹得动了义气 明秀拿光了浩然的家庭 小姐觉得脸都丢尽了 就算明秀自个儿想回来 她也不好答应我 很快去找她了 而且现在 小姐的身体刚好 不能再受刺激了不是 既然是这样 咱们去告诉三小姐 三小姐现在在家里说话 没人敢反驳的 什么 让我去讨那鬼丫头地讨 你做梦 别拦着我 我自己去 哎 凤姐 三小姐 阿凤一个人跑到罗家去了 我难以拦不住 这个怎么办的 哎 点说的事情交给你 我跟贵叔去 千万不要让大娘知道 啊 贵叔 走 贵叔 走 请问 那个 怎么是你啊 明秀在不在 不在 那农人节呢 这位大婶啊 你也都看见了 我们这个店呢 是卖糕饼的 不是犯人口的 你要是想找人呢 就把别处找起来 你神气什么呀 谁爱来这里啊 要不是怕明秀出事 你就是请我都不来 你快说 明秀在不在 明秀到底怎么了 你快说 到底看到了没有 那你就自己看呗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呗 我说你 哎呦 该不去走罗家去了吧 糟糕 明秀跟国人铁已经翻脸了 我这心跳怎么那么快啊 是不是真要有什么事发生呢 面料短缺 他们还能照样做买卖 而且生意还不错是吗 正是因为面料短缺 他们才只能做几个最简单的饼饰 我知道 他们现在只能做最简单的糕饼 而且是高价的招牌糕饼衣食品素 但是居然销量超过了我们何美堂 我们还在打热醋香 那个林大海干什么吃的亏我那么信任她 一个一瓶所有都做不过高价 这不能怪大师傅 他如果 不要着礼了 我要的是高价饼不关门 关门关门关门 我不要他们生意兴隆 进来 少爷 老爷 高价大小姐来了 好 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好啊 来得正好 我还以为她不敢来了呢 高价小姐 我等了你好久啊 怎么样 想到什么新的主意没有 要是没有 我可以给你个建议 你去把高价的房契拿来 我以高于市价两倍的价格给你 或者 整个喝美堂给你也行 你想要我们家的房子 不 不止这些 我还想要 你那个标志的妹妹 洛神捷 你这个秦少 开门 开门 小哥请问一下 高家大小姐有没有来过 有 刚刚进去 哎呀 你闪开 高明晓 我比你要高尚的多 我不会去偷人 更不会去偷亲娘的私房钱 不会未婚先孕 更不会对不起自己的祖宗 住口 你给我住口 好 都是因为你 我无家可归 这都是因为你 不忍急 你去死吧 你来 你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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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 坐下 凤凰 大姐 大姐 快呀 过去叫大夫 这是你姐姐杀的人 快把他弄走 快把他弄出去 贵叔 快去找他车来 快呀 是 碧玥 任洁 任洁你还看什么呀 我不要他这样回来 我不要他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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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他在什么情况下回来呢 八台大家把他抬回来吗 啊 龙仁姐你清醒一下 你跟高冰原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的 你给我闭嘴 滚 滚 都给我滚 鬼叔 鬼叔 先生 安静 只能找到这个车了 先 阿坟 你不可以偷上去 阿坟 鬼叔 快 快 阿坟 阿坟 滚 别让 凤怡 凤怡 昊然 蜜月 怎么回事 你别急 先坐下 凤怡 你这是怎么了 丫头 凤怡 丫头 去 从 到 你 雷 你 记得 我 你 我 我 知道 你放心 我知道 你想 知道 凤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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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 凤衣 伤口太神了 而且又流了太多的血 茗玉 凤衣 凤衣受传的事情 已经瞒不住了 但是这事 是什么原因 千万不能让姑妈知道 她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她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贵叔去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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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能够找到她 一定要让我知道 我要看看 她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 什么事 嗯 嗯 哎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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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也 你不会有事 明月她不会让你有事的 明月她什么都能做到 你不会死的 明月她什么都能做到 什么都能做到的 这儿我来照应 你去陪凤衣吧 怎么 你还不放心我 那我就没有可以放心的人了 去吧 凤衣等于你半个母亲 这个时候你应该陪在她身边 大娘问起过 我跟大娘说 凤衣感染了风寒 不让她过去免得她感染 快去吧 浩然 三小姐 咱们的一品酥和红豆饼干还有吗 今天不知道怎么的 客人特别的多 咱店里的糕饼都卖得差不多了 现在急需补货 我还要再来 谢谢您好 这是我们高架 色色景色一品酥 您尝一下 不是不是 我要那个什么 饼干 对 就是那个夕阳的玩意儿 饼干 这是我们干出炉的一品酥 您试吃一下 不要不要 我就要饼干 对 我也要饼干 那你上等 快去 您好 我想请问 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西洋饼干 报纸上说的呀 上面说 这玩意好吃 哎 姑娘 你是这高家饼库的人吧 是 这个西洋的东西啊 我从来没吃过 哪一种好吃的 能不能都让我尝一尝 好 马上就来 你等着 大师傅 先回去了 你也聊点了 大师傅 先走了 好 早点休息 浩然 咱们得加人手啊 浩然 浩然 今天真是太累了 好久没有这么多客人了 对了 这是今天傍晚的订单 你看一下明天早上 能不能再出来 现在咱们的面料 跟糖油配料 都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而且前两天 从上海送过来的西饼配料 这两天也用得快晚了 这三小姐信了黄浮臣的话 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好 大师傅 你做的是什么病啊 怎么剩了这么多在这儿啊 二少爷 今天之前 都是这些病事 也都卖出去了 是吗 明知啊 从明天开始 只要是进了喝美堂 就满意送意 不 没送二 买了超过一个大洋 接着送 人杰 不能这样 我们所有的现金 都用来垄断面料了 为了不让糖和油进到凤林镇 我们连房子都抵押上了 我们没有办法再周转了 我们不能再乱花下 不要告诉我什么不行 告诉我什么能做 二少爷 你先冷静点 不能一起用事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喝美堂很快就会倒闭的 是吗 我就算死 也会拉个垫背的 我相信明月的判断 她信得过黄浮城 咱们就得多等两天 我也相信三小姐 她可会做生意了 也是啊 三小姐突然给客人分送茶水 所有的客人都乐歪了 而且都夸咱们高家 贴心 很多客人本来不想买的 也都带了一些回去 如果老爷要是看到的话 还不知道 要有多么安慰呢 明月呢 明月看到你正在忙 所以就先回去照顾阿凤了 明月看到你正在忙 明月看到你正在忙 所以就先回去照顾阿凤了 还好 还好 情况没什么变化 凤姨的脸 怎么那么白啊 贵叔 找到大姐了吗 不要找了 夫人 夫人 找她回来干什么 她 高家让她败的还不够了 姑妈 凤姨她不爱事的 我都知道了 这怎么叫不爱事呢 凤阿 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这明修的最果 可是更大了 她 她 她怎么受得了呢 她怎么受得了呢 我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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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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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明天一早有新师傅要来 厂房有很多事 等着你亲自去处理呢 你得有精神 他怎么还不醒啊 明月 其实你说得对 凤怡她就像我的半个母亲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好好地笑顺过她 等她醒过来 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她 再也不会惹她生气了 对 这些话 等她醒过来 你要一字不漏地说给她听 她会笑得何不如醉的 凤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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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怡我是浩然啊 我在这里呢 凤怡 你可千万别吓我 凤怡 你别动 你要什么 我拿给你啊 凤怡 我 回来了吗 你要 要找她回来 你放心 会的 等你病好了再管闲事好吗 现在先不说这些了 好人 好人 敏笑 是小姐唯一的孤儿 一定 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一定 你能原谅她吗 你能原谅她吗 明星这孩子 只是任性 其实 并没那么坏 你 不要跟她计较 可以吗 凤怡 明星是大姐 你 是我唯一的姐姐 我从来没有怨过她 我 从来都喜欢你 你知道吗 你梦里呀 把小姐害得好苦 我都看在眼里 凤怡 让我说 因为小姐 我讨厌你 可我好人对你 却死心塌地 为了好人 我 我又不得不理你 好人得腿坏了 可她对你的心 深重没变 我拜托你 好好地照顾她 别再让她伤心了 别再让她伤心了 我会的 风云 我会照顾好人一辈子 不离不弃 你 我从来 都没好好认识过你 是吧 对不起 风云 是我 我 没有好好介绍我自己 风云 我叫高明月 高明月 我记住了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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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那 你 你 你 吹 花夕花飞 浮华人生流年似水 走路 都走路 我身边的人 你哥哥都走了 都说你生辰不好 命中待杀待客 可是总有人愿意靠近 亲近 都说我命好 相赴一字 富贵到老 这么好的命 我身边的人 却都离我而去 冰封也走了 看来 我的命比你还硬 还要待杀待客 大娘 你不会孤单的 你有浩然 二哥 还有我 还有大姐 我宁愿没有这个女儿 宁愿没有 我宁愿没有 我宁愿能为你 我宁愿没有 我宁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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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靠近 你愿意靠近 我宁愿 不愿意靠近 公司都发不出来了 路人节不会撑太久 三小姐 三小姐 你们说生气不生气 这和美汤的饼啊 全都打了三折了 这 这连基本的城府能都收不回来吗 哪有人这么做生意的 这可不是吧 咱们高家饼铺啊 刚有所起色 就被他们这么恶整 快了 决战的时间 快到了 是啊 时候快到了 您 您这是打什么哑谜呢 三小姐 我找你有事 三小姐找到了 在水远帮你洗衣服 明月 明月 不要去啊 你这个时候不能去找明秀 凤怡的走 对姑妈的打击太大了 她现在不可能原谅明秀 也根本容不下她 大娘连我都可以接纳 都可以容下 更何况 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明月 他们没有人家 EN 都可以 你把女人打造了 你帮你走 把我授前 大姐 你看什么 看我穷困潦倒的样子吗 凤衣走了 大姐 你为什么不救她呢 为什么不引好她呢 为什么 为什么还要来告诉我 凤衣走得很平静 她一再交代 要你回家 一定要把你找回去 凤衣 我真的是坏事残绝 大娘现在很难过 只有你 可以在她身边陪她 大姐 和我回去 好吗 回去 回高家去做什么 我宁愿在外面孤单一辈子 流浪一辈子 我也要不要回去低着头 过日子 大姐 是 大姐 我和洛仁杰的账 还没算完呢 你一定 要杀她血痕 当然 是 这笔债 是他该还的 可是我们要做的 是把他真正地打败 我们应该让高家比拨兴旺起来 把和美堂比下去 让罗人杰的那些恶毒算计 没办法得逞 这样对于他来说 才会真正地让他痛苦 难过 他没办法接受失败 带着这些痛苦失落活下去 那才是最悲惨的人生 大姐 我不是来找回高家的大小姐 而是来找回家人 我也不是把大姐 请回去享福安乐的 现在的高家 落魄潦倒 富宅累累 很需要人手的帮忙 更需要高家全部的人齐心合力 让高家禀铺再次兴旺起来 大姐 不是你需要高家 是高家需要你 请你回去 和我们一起努力 好吗 可是 可是 我娘 我娘能原谅我吗 没有母亲 你 会怨恨自己的孩子 如果是我 求 也要求得她的原谅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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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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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可是看你的面子 高明秀要是过了这一关 回来之后还对我大呼小叫的 我可不理啊 不会的 大姐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好吧 你放心吧 拍马屁说好话啊 我最在行了 看我的 大娘 大娘 大姐 已经在外边跪了一整天了 这是个好人哪都得跪坏了 她这么做啊 就是知道她自己错了 您就别生气了 好吧 您就别生气了好吧 您就别生气了好吧 是 这事儿啊 放在谁身上 谁都得生气 太可恨了 可是您不能一直这么生气啊 总得歇歇吧 你看 这是明月给您特意做的红烧栗子鸡 还有鲫鱼汤 这凉了可就不好喝了 您趁热吃了 我没胃口 你把它搭回去吧 可香了大娘 走 我什么好话都说了 没用 大娘连看都没看过夜 浩然 要不然 你去试试吧 大娘能听你的 不怕 把糖罐给我 好人 你别再让单太久 厂房里太热了 我说你